《女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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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這樣說 其實都有一種階段 尤其是女藝人 其實真的悶 而且她是退化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我的好朋友葦哥 這位火線下的江湖大嫂 接受我們的訪問 大家好,我是林姐 是的,林姐 其實我沒有機會在電視上 幕前跟葦哥一起做的事 很緊張 葦哥今天接受我們的訪問 講成功這件事 選完亞洲小姐冠軍入行 是否找到一份很喜歡自己很適合的工作呢 我想絕對是 要不然也不做到二十年那麼長 這麼好玩 那就適應了 對嗎 我知道因為結婚了 對 適應了 為何又做回呢 還是這麼說 其實也有個階段 尤其是女藝人 我覺得 當時我2009年離開亞洲電視 然後幫阿禎哥拍了一兩年 一些國內的劇集和電影 然後覺得自己真的是那個年紀 那時候也三十二、三歲 不結婚 沒有人要 就涉了 剛巧遇到我現在的先生 我們就結婚 先生不是香港人 是台灣人 我們住在台灣 所以也都 將基地轉移到台灣 所以就慢慢慢慢地 就好像脫離了這個演藝的事業 每天就是做家務 照貓 做一半 其實真的是悶 還有個人是退化 是啊 連廣東話我也少說 所以連廣東話 突然之間想找些用詞 什麼全部都沒有了 就是覺得自己要跟貼社會 要做一些事情 所以個人才會有活力 有能力 所以決定也是要回來 當然回到香港 要做一些我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 就是拍戲 那 就是 哎 機緣也跟你的事 其實我可以入TVB 是的 也是 也有些關係 很難得 我用司機 我載你進去簽約 哎 好 入到TVB這個大家庭 也有很多發揮的機會 我入TVB第一套是一、二年 拍戲就是發網追擊 黃鐵森 沒錯 一個女強人 其實都緊張的 跟以前 好像還沒找回以前的感覺 拍戲的時候 可能各樣事情都要顧 覺得又要顧外表 不知道表情好不好 對白上 覺得 為什麼這麼難記 為什麼我記不到對白 什麼事 我真的退化成這樣 然後跟對手 各樣其實大家都不太熟悉 那監製又是其他的演員 導演 整個環境 我都還未熟悉 我只覺得自己的發揮不夠好 那慢慢慢慢 那 關閉完之後幾套戲 慢慢就開始 拍戲的感覺 越來越喜歡 中文字幕開拍戲 反正 中文字幕開拍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